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要你能按照有机菜的价格收我的菜 那我们将来就扩大生产 我们要修建大棚 要提高生产量的 行 那感情好 你们要能把这事干成了 你们就发财了 你们这菜穷点太多了 只能给你们按二类菜算了 做毛一斤 你说啥呢 我这个菜给你按一类菜收 我都是让着你的 做梦呢 兄弟 你这菜 全虫眼卖相这么差 根本进不了超市 怎么能有价格呀 我问说 你看 这 你看这 虫眼 全是 这个才好呢 有虫眼说明我没有用农药 我上的肥也是有机肥 现在成林不都喜欢吃这种菜吗 之前那个老张还专门收这种菜呢 老张我当然知道了 所以他把自己做死了嘛 是不是 他是专做走客的 而且卖高价有机菜 但他市场小不稳定 我跟你说 兄弟 我不一样 我是做超市的 你有机没机的无所谓 我就是看品项 品项好价格高 品项差价格低 明白吗 那照你这么说 那我这有机菜不是亏大了吗 我投入高 产量低 还卖不上价 哪有这样的道理呢 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 现在就这行情你懂不懂 咋了咋了咋了 他说我们这个菜 只能按二类菜收 这不贴分人的吗你是 大哥 咋回事啊 之前老张都是按特类菜 来收我们的菜 怎么到你这儿 还跟我们降级了 你这坑人啊 大妹子 啥 啥说话呢 这话说的 我跟你说我做生意 讲的是个长久啊 不坑人的 我刚才跟你当家的 已经解释很清楚了 我是做超市的 人家超市收我的菜 就是看品项 我也没办法呀 那超市有那种 有机菜的柜台啊 你为啥不把我们菜 卖到那种柜台呢 你话是这么说 但是你这点菜太少了 我是走量的啊 我跟你说啊 我走量的 我不能因为你们这点菜 跟人超市签合同去 再说了 就你们这几亩地 万一供应不上 那我跟人超市签的合同 就违约了 你知道吗 那我们要是能供上呢 你们要多少量 我们就有多少量 你能不能按照 有机菜的价格 收我的菜 我 你们要真能把这个 规模做大了啊 那是好事 我可以去跟人超市谈呢 跟你设立有机菜专柜 但是有一点 你们也一定要保证 按时按量交货 行吗 行啊 那你订个章程 需要多少量 我们怎么交货 这得先跟超市商量啊 你这具体要人家提要求 我就是个中间商 再说了我跟你说啊 就你们这几亩地 就这么重法 肯定不行啊 这你甭管 只要你能按照 有机菜的价格 收我的菜 那我们将来 就扩大生产 我们要修建大棚 要提高生产量的 行 那感情好啊 你们要能把这事干成了 你们就发财了 我跟你说 我也能多挣点 是啊 那行 大哥 咱留个电话呗 行 你尽快跟超市那边 沟通一下 我们也商量商量 那我这些菜怎么弄啊 我都摘出来了 你今天这些你就 我没办法啊 我跟你说 我收完你这些菜 我都跟别人菜混一起了 你 你以为你这些菜主 我跟你说 对我来说没意义 对你没意义 对我有意义啊 我这么多菜呢 这样吧 大哥 我不让您按照老张的价格 来收我的菜 您也别按普通菜收 咱们折中一下 按两块来 你说我这将来 大棚建起来 咱们说不定 能有更大的合作呢 那行吧 这大妹子爽快 我也爽快 那咱就这么着 啊 这么着 行 一千一百六十八 还行啊 没亏多少 幸福 还是你行 哄着他去超市 见有机菜专柜 谁哄他了 我觉得老蔡说的话 提醒了我 这是个机会 咱应该把这事情做大 你看你中菜这么好 就光折腾咱家那两母爹 可惜了 这边的地都是谁家的 你要干吗呀 我想包下来 真的吗 真的 你回头帮我打听打听 这谁家地多少钱 其他的你就甭管了 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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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